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杭州的云和县 一个老爷子的表演现场 那表演什么呢 肚皮上的绝活 据说这是老爷子自己琢磨出来的 您看这脸盆居然可以吸在肚皮上吊着转 再看后面 老爷子一手一个拽着两个壮汉 居然可以套着肚皮的犀利 把自己挂在一个横端上转圈 以前咱们看个肚皮舞什么的 就已经觉得很神奇了 而且老爷子这肚皮上的功夫 那明显更高一筹啊 不容易 不过这跟咱们今天要说的金钟罩铁布山 有关系吗 哎 接下来您可要看仔细了 话说这老爷子演了半天 这围观的路人呢 看完了新鲜的 也就觉得没多大意思 陆陆续续就准备散了 没想到这好戏呢还在后头 当时那老爷子的手上呢 他居然拿出了一把电钻 没错 就是那种可以高速运转 用来给这墙上打动的超级电钻 这老爷子拿把电钻干嘛呀 他的表演都跟那肚皮有关 难道说还能用这把电钻 钻肚子不长 哎 想到这儿呢 刚要退场的人呢 只溜一个转身 哎 他又回来了 而溜在原地的人呢 那更是伸长了脖子 就等着看好戏了 哎 再来看看这把电钻 那可是真货 绝对不是什么假冒伪劣产品 您瞧瞧 用它来钻木板和石头 那可都是一钻一个转啊 赤溜赤溜的 碎屑乱飞呀 哎呀 我对妈呀 这么锋利的电钻 作为道具 那能够表演啥呢 告诉你 这次要表演的 那才是老爷子真正的压箱底绝活 好 看表演 急速运转的电钻 被交到了一个年轻人的身 哎呀 年轻人怎么拿着电钻 冲着这老爷子的肚皮 就钻过去了 而且整整钻了几十秒 哎呀 我的天呐 连石头都能钻裂的电钻 那岂不是要把这肚子 给钻出一个洞来吗 说实话 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我也是心惊肉跳 您看这老爷子脸上的表情 也确实挺痛苦的 据说当时啊 围观的人们那是一片尖叫 甚至有人把这救护车都给叫来了 没错 所有人都觉得啊 这一钻子下去啊 那肯定会是一个血肉横飞的结果 但是表演结束 老爷子向大家展示了一下 他的肚皮 见证奇迹的时刻 你看到没 他的肚皮上啊 竟然只是微微发红 陷了个小坑 连皮都没钻破 嘿 怎么会这样呢 那么高速运转的钻头 居然就伤不了他 这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这儿啊 估计很多人要怀疑了 您说这世上 哪能真有铁骨山呢 这会不会其实是魔术啊 记得那年春晚 帅哥留签 那不是当着亿万观众的面 把别人的戒指都给变走了吗 您说这回 有没有可能 也是有人玩了一个魔术戏法 换了那个钻头呢 哎 咱们呢 再来看一遍 电钻开动 交给年轻人 老爷子上场 哎呀 没错啊 人家老爷子这肚皮 那可是实实在在 跟这高速转头 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整个过程 没有任何作假 哟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人的肚皮 真的可以练得比石头还要硬 这问题啊 咱们外行人说了不算 得找专家 您看这位 杭州市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赵荣富 那绝对的内行 那他是怎么分析的呢 赵会长说呀 一个人经过长期的武术锻炼 确实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使自己的机体呢 达到一定的强度 不过呢 你再怎么强 那也不能成得住 电钻怎么一直钻肚皮 为啥呢 我们可以看到 常见的电钻钻头 一般呢 都是用特殊材料支撑 这种钻头的刃呢 它是相当风利的 您别说一般的这个木头石头了 就算是在铁板钢板上打口红 那也是小case 而且电钻开动之后 以一秒几千转的超高速旋转 你拿它来钻肚皮 不说别的 就那摩擦产生的热量 普通人他也是扛不住的 而且老李他玩的狠呢 还专门请了一个助手 举着电钻的 往他肚皮里面使劲推 人家赵会长就说了 说血肉之躯 那根本不可能受得了 这么折腾的 给咱们表演的这位老爷子 正式给您介绍一下 他叫李康乐 说会不会也跟一些江湖艺人一样 在表演中 他玩了什么猫腻呢 为了弄清楚这事情的真相 赵会长就决定 再仔细的看一遍 老李现场表演的录像 看能不能从这里面呢 找出破绳 赵会长呢在重新看完这段画面之后啊 突然有了个想法 他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老李的电钻能够把木板钻穿 把这石头呢钻给铺铺 但是会不会这电钻的钻头 他遇上柔软的皮肤 反而失去了冲击力呢 赵会长呢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啊 说就像这武术当中的太极拳一样 以柔可刚 哎 那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们找到了一位设计电钻的工程师 他告诉我 想要知道答案呢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做个实验 那这位工程师呢 特别准备了钢材木板石头 最后呢还有一块猪肉 实验马上开始 这是一块光滑的一块铁板 大概有八毫米厚 这口打个通孔 打透了 对对对 就打了个透 我们的通孔透过来了 仅仅一分多钟的时间呢 这个小钻头啊 轻轻松松就钻透了 八毫米厚的钢板 还有木头 一块石头呢 也被钻出了一个口 可最后 当工程师举起电钻 钻这块猪肉的时候 哎 奇怪的事情 竟然出现了 您来看 电钻的钻头 竟然在猪皮上 左滑滑右滑滑 完全打不进肉里 哎呀 还真的是一柔可刚了 皮肉不怕电钻了 可就在赵会长认为 谜底就此剪开的时候 突然猪肉被瞬间穿透了 这个结果呢 让赵会长是大适合 啊 猪肉皮 那应该说比人的皮 那可要厚得多呀 但是钻头呢 仍然是瞬间 他就穿透了猪肉 那一开始呢 估计那只是角度什么的不对了 那么好 经过这个实验呢 工程师啊 非常肯定 钻头绝对可以瞬间 钻透人的这个肚皮 正常情况下呢 拿电钻在人的这个肚皮上 你只要稍稍的往前一捅 那这个人的肚子 那肯定是露了个稀里巴拉 不好意思啊 吃饭的点 有点嚼您的食欲了 但为什么老李的肚皮 他就不怕钻头 啥事没有呢 赵会长呢 拿着钻头啊 在手上是左钻钻 右瞧瞧 实在想不通 不过呢 就在他转动这个钻头的过程 诶 赵会长突然想到 没准啊 还有这么一种可能 他们以后呢 我还好问 是不是这个赵的钻头 倒钻 比如说我们电机 可以顺方向转 也可以反方向转 钻头前面 大家不知道 你把刀 这个钻头的刀 能不能反钻 我也怀疑 要说清楚钻头正钻 钻和反钻的差别 那么我们就有必要 先来了解一下钻头的结构 在正常情况下呢 钻头啊 它都是这样的结构 直角部分 它是这儿 S型呢 是槽 那么当钻头 顺时针方向转 就是正转 刀刃 对着老李的肚皮挂 那么老李呢 可能会够强 而如果是反转 则好像是在用刀背 用厚厚的刀背 它对着老李的肚皮 刮呀刮的 只要他能顶住 那个劲儿 那可能就不会说到啥 那么 赵会长的这种推测 虽然很有道理 但是实际情况 又是怎样的 是不是老李在道具上 做了手脚呢 再多次看了录像的 回放漫放 以及亲眼目睹了 老李的表演后 赵会长发现 自己又大错特错了 因为那个钻头啊 很明显都是顺时针 方向转动的 没有一次是反转 在反转的可能性 被推翻之后呢 这赵会长都快绝望 他突然又想到了个主意 什么呢 那就是找到 配合老李表演的 那个年轻人 他的助手小梅 看能不能把他 作为突破口 因为赵会长发现 在这段表演时呢 一直是由他们 两个人来完成 他怀疑 他说会不会小梅 他只是一个拖呢 他只是看起来 在很用力的钻 而实际上 并没有使多大的劲呢 我都用全力了 今天我已经把 整个人都压上去 往前请立 全部压上去 我想让观众 保保引服 也让证明一下 这个呢 他能够做的力 从现场的情形看呢 这边呢 钻头深深的 陷进了老李的肚皮 而那头呢 小梅他也嗷嗷直叫 估计啊 确实是用力了 小梅呢 告诉我们说 说其实呢 老李他从家习武 确实是有些真功夫大 不仅能单手爬树 倒立行走 而且他还一直在练习 肚皮神功 他的肚皮呢 除了能经受电钻外 还能够顶着钢筋旋转 能吸碗运体 还能够用这个 肚皮的吹气球 等等等等 紧接着啊 小梅呢 还领着我们去看老李练功 没想到 这一看呢 大家伙 那是大开眼界 老李的这些练功招式 他真是够怪异 前所未见 但人家老李说了 怪虽然怪 但他就喜欢尝试别人想不到 不敢做的事 也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老李认为啊 这些招式奇怪的锻炼呢 为他的肚皮功 打下了很好的身体技术 老李呢 还说 事实上啊 他用肚皮练的第一个绝活 其实并不是电钻肚皮 而是肚皮吸碗 第一次是随便到楼下吃饭碗 拿一个来吸吸碗 什么碗 贴碗 不是吃碗 就是吃碗的普通的碗 就是拿了一次的碗 吸到老 老李呢 把普通的瓷碗呢 吸在肚皮上 让老婆呢 往下拔 老婆呀 拔了半天 才拔下来 那慢慢的呢 老李这吸碗的功夫呢 是越来越高了 他也不满足瓷碗 又换了个不锈钢碗 慢慢的呢 老李能够挂上六个水桶 然后呢 肚皮一鼓 一吸 身子呢 往后一痒啊 整个人悬空 旋转起来 还稳稳当当 保证水桶里的水呢 一点他也不洒出来 那有时候兴致来了呢 老李呢 甚至还会变着花样板 好比这样 边转 边吹笛子 您瞧 这肚皮吸铁碗 吹笛子 既断练身体 又陶冶清操 那真是不错的 休闲娱乐方式 那么后来呢 又是什么原因 让老李做出这样的决定 要拿电钻 往自己的肚皮上钻呢 我觉得我这个肚子已经成仁 微半了 成熟能力已经是够强了吧 那天在偶能当中 我说我肚子那个电钻 刚刚这个 有个电钻放在这里用 我说如果肚皮转电钻 我说能醒的话 我说这个功夫就是不得了了 轻轻试试看 咦 行 再用了一点 行 再用了一点 也没关系 看来啊 老李呢很帅直 也很坦诚 人家说了 说这绝技啊 它就是这么慢慢练成的 完全属于自学成才 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 金钟罩铁路山 那么 老李的肚皮 难道真的是天生就与众不同吗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哎 有人说了 说会不会这位老李啊 就像电影里的方施玉 他用了什么特殊电体秘法 方施玉啊 您肯定理解过 当年的广东尸骨之一 据说呢 此人特别能扛打 棍子鞭子打在他身上没反应 比铁布山的还厉害 那他这身功夫怎么来的呢 哎 说是他老娘啊 一代女侠苗翠花 生下他没多久 哎 就找来各种稀释药材 然后那么把它们泡在水桶里 打小呢 给儿子泡澡 哎 年复一年 方施玉 他就练成了一身的 钢筋铁骨 那么 您说有没有可能 说这老李家里也有类似的祖传秘方 通过泡澡 哎 他才把这柔软的肚皮给泡成了不怕电钻的神度呢 哈哈 听想象里 可问题是 人家老李自个说了 哪有什么秘方啊 咱父母啊 就是普通人 也买不起什么稀释药材 这肚皮上的功夫啊 他真的是天生的 天生的 能够 扛住这个电钻 那要是挖掘出了里面的秘密 绝对是咱们人类的一个重大发现 要知道 前几年呢 荷兰的科学家 还很兴奋的宣布 他们用蜘蛛丝和山羊乳 研制出了一种全新的人造皮肤 那么这种皮肤呢 他据说已经初步具备了抵挡子弹的神器能力 不过呢 这种方法非常复杂 里面呢 还要用到什么基因改造 人工移植这类的高科技 所以呢 暂时呢 还无法大面积的推广 相对来说呀 咱们老李这绝活呢 就没那么复杂了 人家说了 天生的 没有啥高科技 那您想想啊 如果能把这里边的原理弄清楚了 那还不比荷兰人 他费劲巴拉的人造皮肤强啊 哎 想到这呢 赵会长那个激动啊 他决定要带着老李呢 去医院检查一下 看医生能否给个说法 那么 在医院 医生 在老李身体里 发现了什么秘密 您估计想不到 就是这次检查 让大伙呢 在老李肚皮上 发现了一个 惊人的秘密 很快 大家伙呢 就到了医院 可没想到的是 当医生检查完老李的肚皮 也被吓了一跳 因为他从医这么多年了 从没见过像老李这样 奇怪的肚子 没比较之风 比较之风 比较之风一个很少 他的皮肤比我们正常的皮肤也好 你鼓起来 用力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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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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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这样情况 都比很硬 这个力量很大 最后呢 医生这汗都出来了 实在按不动啊 他只有拿出了砖头 在他身上 做起了敲击实验 想也知道啊 人家老李啊 他的肚皮呢 连电钻钻头都不怕 难道还会怕你一块砖头 医生发现呢 这样检查呀 他也查不出个什么结果来 于是呢 就想到了采用另一个办法 给老李啊 做避兆 那我们知道 赵碧昌呢 能够让我们清晰的看到 人体各处的断面图像 而老李的肚皮 究竟有什么秘密 马上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了 他今天做出来的 负责机厚度是1.3厘米 所以这三个毫米 比我们正常上的一半 要超过一倍 厚度超过一倍 那么说明他这个肌肉 就是很发达 老李这块肚皮 果然是不同寻常 不仅肌肉发达 而且呢 由于长期的锻炼呢 老李的肚皮啊 有了超越普通人 几倍的耐受力 那这么一来呢 通过自己的观察 和医院对老李的检查 赵会长总算是弄明白了 老李神奇的肚皮 究竟是这么一回事 你看了先生 他不光是转电钻 绣碗 握钢叉 那么他这个肚皮呢 就是说跟常人的肚皮不一样 他其实他这个 面上这一层表皮呢 已经是变成一种 就是给予力量的一份表皮 相当于一层死皮了 看来呢 老李他确实是有点真功夫 能把柔软的肚皮 练到这种程度 那也算得上是 当地武术界的一个人才了 只不过直到现在呢 武术协会的赵会长 始终还是有一点不敢缺席 他觉得呀 就算老李的肚皮 比我们常人的厚一点 耐受力 他也是常人的好几倍 但面对急速转动的锋利电钻 老李难道真的没有别的诀窍吗 哎 对于赵会长的这种疑惑呀 老李他也是看在眼里 哈哈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别笑 那当然是有的 接下来呢 老李就要公布他的武林秘籍了 电钻钻肚皮的真相 马上就要彻底揭开 我到底是学的不知学 你说没有什么东西都有个肚 你说没有肚 那个电子的石头都打进去 木头都打进去 那么老李口中的这个肚 指的究竟是什么呢 老李说 您别急 且听我慢慢道来 原来啊 据老李说呀 其实呢 从表演的一开始起 他的每一步骤 每一个动作 他都是有所目的搭 钻木头 那这是老李障眼法的第一步 那接下来的钻石头 那才是他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这帮你拿着钻石头 那个钻石头 那个风险就把你骨门射掉了 哦 难怪你钻石头的时候 那么拼命 那么用力了 原来是想把这个钻头上的刀刃 给磨盾来啊 我们可以看到 当锋利的刀刃在石头上磨损后 他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圆形的 光滑的钻头 在老李的肚皮上 他自然他就失去了原有的杀伤力 而且在整个动作的操作过程中 另外还有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 那就是拿电钻的人 脑里的助手小梅 他也绝对没有用尽全身的力量 去推这个钻头 那可是二十多斤主要吧 二十斤 不超过三十斤 你说像他那也是 整个用了一百多斤吃 你应该吃不下的吧 明白了 助手小梅这里也很关键 他的作用呢 就类似于魔术表演的助手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兔 记得那年春晚 帅哥刘谦 那不是当着亿贯观众的面 把这美女主持董青的戒指 都给变走了 后来呢 节目一播完呢 无数热心的观众 他就站出来揭秘 说这个表演 关键就在于配合刘谦表演的 董青身上 也就是说呀 这董青他就是一个托 而在老李的表演里面 助手小梅呀 跟这董大美女的作用一样 忽有人来着 不是吗 他刚才还明明说 他是用了权力来的 不过呢 老李说了 大家也别怪小梅 因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小梅使多大劲 那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 其实还是在于他自己 因为在钻的过程中 整个力度上的把握 您猜怎么着 竟然完全是由老李来掌控 他再用了也没关系 他用了我还推了 他小 就做肚皮的 可以瘦瘦的 还往后推 他如果再用了 他不能超级些的话 现在我可以往后推 好家伙 原来完完整整 是这么回事 那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这电钻钻肚皮 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多神奇 更不是传说中的 金钟罩铁布衫 它不过就是一种 技巧能力胆量的结合 老李说呀 他这么做的目的呢 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他只想探究一下 身体的承受极限 仅此而已 您想 在节目的最后 老李呢 把这个电钻钻肚皮的 这个所有奥秘都告诉了我 就像他说的那样 其实呢 就是一个肚的问题 我们再来完整的总结一下 首先呢 他使用的是一个旧的冲击钻头 那本身这个钻头呢 也许还带着一些 比较锋利的地方 但是呢 老李每次进行表演之前 都要给大家绣一下 啊 你看我这电钻 它是货真价实的啊 钻木头 钻石头都可以 结果呢 就这么一钻以后啊 锋利的钻头呢 给磨钝了 它自然就减少了锋利的刀刃 可能带来这个伤害 第二点 那就是严格控制 转速 电钻你不能转的太快 必须要保证 摩擦产生的热量 它不是很大 那您可能还要问了 就算做到了前面这两点 你就能保证一点不出意外吗 这稍微出点差池 那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啊 哎 老李呢 还有第三点诀窍 这第三点 那可就全靠功夫了 怎么说呢 就是当这老李感觉不太对劲的时候呢 他会用力的吸肚子 调整一下 让肚皮呢 尽量减少于钻头的磨蹭 但是那个动作呢 那必须是非常微小的 观众他注意不到的 这一点呢 那就要靠不断的琢磨和练习 哈 搞了半天呢 所谓的金刚不坏 其实呢 就是一种小把戏 当然 要练成这种小把戏呢 不仅需要勇气 他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在这里呢 红宇 尤其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老李 他是一个做事很有分寸的人 他的每一个动作呢 那都是在保障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做出的 所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千万可别随意模仿 因为这个动作本身 还是具有相当高的危险性 而且 老李也让我们转告大家 如果您对他的肚皮绝活 真的感兴趣 一定要学的话 那还不如学他的那个肚皮吸碗 因为那个表演 也是他最喜欢的 他不但可以锻炼身体 还能够给家人和朋友 带来更多的乐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